大家好,我是Cindy,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讲Java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将继续学习Java的图形界面组件 接InternalFrame组件和JtxtTopPanner组件 那么JtxtTopPanner呢,是Java所提供的一个类似于桌面容器的组件 而InternalFrame呢,则是内部窗体组件 这两个呢,通常是放在一起来使用的 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用代码来展示一下 打开代码界面哈,这里已经创建了一个叫做JtxtTopPannerTest这样一个类 这个类呢,继承了JFram,并且实现了ActionListener 说明等会儿我要做一个动作事件 那么构造方法哈,只是类似点SetSize,SetVisible,SetDefaultCloseOperation 因为这是设置窗体的属性 那方法只有一句话 NewJtxtTopPannerTest会自动调用这个构造方法 好,在这个地方呢,我声明了一个JtxtTopPanner类的对象 DesktopPanner以及JButton对象BOT 还有一个技术器Count等于1,IntCount等于1 接下来,我来初始化DesktopPanner这个对象 这个对象的话呢,是J,NewJ,DesktopPanner 那至于调用它的哪个构造方法呢 现在我们调用的是一个不带参数的构造方法 看一下 好,构造方法当然它也只有一个哈 尤其也仅有一个不带参数的构造方法 好,接下来 初始化一个接Button的对象 BOT创建内部创提 好,接下来 把DesktopPanner对象和BOT添加到JFrame之上 首先看一下 GetContentPanner 它返回的是一个container的对象 好,之前我们一直就是this.getContentPanner.add 某某某某 现在呢,我是直接把这个中间 这个getContentPanner方法返回一个container容器的对象 C,好,我直接用变量 或者说用对象给它接收 这个container呢 是在Java.awt包中 这个container对象呢 它实际上哈 它的布局应该是BorderLayout 就是边界布局 所以C点 add Desktop TopPanner 好,我们使用的是BorderLayout 点 Center 然后C点 add add Bot 逗号 BorderLayout 点 South 好,接下来 初始化看一下 运行一下看看 出现了 一个上面是Desktop的这样一个组件 最下面的话呢 是一个按钮 创建内部创提 当然这个时候我点击按钮是没有触发任何事件的 如果要触发事件 首先必须注册监听 因为我自己这个类实现了ActionListener接口 并且覆盖了这个方法 当然现在我还没写方法题 所以当我注册监听之后 点击按钮会自动调用ActionPerform的方法 好,现在的问题就是 当我点击这个Button按钮 会执行什么操作呢 好 会执行InternalFrame GIF会初始化一个新的Internal接InternalFrame类的对象 接InternalFrame顾名思义叫做内部的窗体对象 这个内部的窗体对象呢 看一下它的构造方法 有1,2,3,4,5,6 好,我们选择最后一个构造方法 第一个参数是标题 第2,3,4,5 好,最后1,2,3,4有四个属性 都是补两值 那接下来的话呢 好,内部窗体 是这样子的 我每点击一次BOT按钮就会初始化一个新的GIF 那标题有所区分的话呢 我就用Count技术器 来获取一个新的值 并且把它跟内部窗体连接在一起 内部窗体几页 接下来四个值都是Force Force Force 我们先测一下 等到后面出来效果了 我们再看把Force改为True 有什么区别 再接下来 这个GIF 既然是窗体对象 当然也要设置它的大小和可见性 那我就人为的定义宽度是200 高度也是200好了 接下来点SetVisibleTrue 应该是分号 打成了单引号 好,设置为GIF.SetVisibleTrue的时候呢 需要将它添加到DeskTopPanner上 ADD Component GIF 好的 我们可以现在来看一下效果了 直接运行 好,点击创建内部窗体 在DeskTop上就出现了一个内部窗体 一 如果再点击一次 又出现了一个内部窗体 二 好,再点击一次 出现了内部窗体 三 好,到这里为止的话呢 我们这个简单的案例哈 已经写好了 整个流程是这样子的 我创建了一个 接他DesktopPanner的对象 和一个Button对象BOT 将它添加到 Frame对象之上 那当我点击创建内部窗体的时候 每点击一次按钮 都会新创建一个 接InternalFrame的对象 好,再将 接InternalFrame的对象 添加到DesktopPanner之上哈 这个呢 就是接DesktopPanner和接InternalFrame 这样一个组件对象的简单应用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 当我拗一个InternalFrame的时候 我用Force,Force,Force 如果将其中的Force改为True 会有什么效果呢 打开API哈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四个波量类型的这样一个参数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好,第一个波量是指它是否可调整 第二个波量呢 是否可关闭 第三个是是否可以最大化 第四个是是否可以图标化 好,我把第二个波量 好,由Force改为True 看看什么效果 当我创建一个内部窗体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图形按钮XX 点击XX是可以关闭掉这个内部窗体的 好的,这个就是第二个参数 同理我也可以把它第三个参数改为True 也就意味着它可以最大化了 好,点击 它铺满了整个Desk和TOPPanel的空间 好,这个就是我在初始化 接InternalFrame对象的时候 它的这几个参数的含义 大家都可以下来测试一下 记住接InternalFrame对象呢 跟Frame对象的子类一样 必须设置大小和可见性 才能够展示出来 好,这个呢 就是接TEDESK TOPPanel 和接InternalFrame组件的一个应用 它们通常是在一起应用的 同学们下来以后 把这段代码自己独立实现一下 好,我们本次课到此结束 下次课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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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